从山顶到山脚长4千米 张老师开车上山用了6小时 开车下来用了2小时 至于他这山顶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然后问我们这辆车上下山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很多孩子是这么做的 山山平均速度就用24除以6等于4千米每小时 好了下山就用24除以2等于12千米每小时 我要求平均速度就用4加12再除以2 看这个做法你只能得到一个没有情感的交叉 为什么呢 你要理解什么是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是等于总路程除以总时间的 那在这里总路程是上下山24加24 再除以总时间是6加2 那也就等于48除以8 等于6千米每小时 这一个才是平均速度 关注我客户的没分了